中共管制社会的大手深进境内的外国公司 近来有外国企业高层对于必须要在内部设立共产党分布的指示感到担忧 甚至有些分布会向公司要求职员的个人资料和照片 对于外界的质疑声浪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玉今天在中共十九大记者会上指出 国内大多合资乃至独资的外商企业都敞开双手 欢迎政府在公司内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认为这能够大大的减低日常运作遇上的小麻烦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一些外资企业的高管说 党组织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中国的政策 化解劳资的劳动和纠缝 为企业发展提供正能量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资人 是欢迎和支持党组织在企业开展活动的 与此同时中国肃贪攻势凌冽 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秘书 兼国家防腐败局长杨小杜在记者会上重申 政府打贪不手软 当局将会继续以苍蝇老虎一把抓的方式逮捕涉贪人士 是要根除国内腐败的乱象 主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要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连